我们欢迎台湾队长蔡英文总统 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美国肉品进口这个事情 就是长期以来 我们跟美国在贸易的谈判上的重要的议题 在马英九总统的执政期间 它也开放了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而且也在这九年来 美国牛肉的进口它是成长好几倍 我们也做了必要的检验 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安全 所以我们同样的在美猪的问题上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再进一步的开放 也是秉持的同样的做法 也就是说我们遵循国际标准 然后认真的检验 来保护我们的社会大众 现有的这十一个成员国 他们都开放美猪 他们都接受这个国际标准 那他们会回头来看说 那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国际标准 你如何来说服我 说服我们 你有这个开放市场的这个决心 所以在野党强力的抗争的情况下 我相信很多的CPTPP的国家都在看 看说台湾是不是可以经过这一次的检验 现在的这四个公投案 确实如果都通过的话 对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影响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次公投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 多做一份思考 那这个事项我们都投不同一票 我仔细的了解的时候 吃三色豆是什么东西 哦原来是那个切碎的青豆玉米跟黄苹波 这个其实在我留学的时候 几乎是每天都吃的东西 尤其它冷冻的放在冰箱里 一放出来就可以马上 就可以马上使用 对对 所以对我来讲 本来就是一个经常食用 而且是很可以接受的一个蔬菜 所以而且很方便的蔬菜 所以我看到夜市里的牛排猪排上面 有三色豆 我觉得蛮好吃的 那也鼓励大家尝尝吃 不可以这个营养要均衡 要多吃三色豆 三色豆很好吃 不仅是我喜欢吃 我的小狗也喜欢吃 我的猫也我不敢确定他们喜欢吃